剛剛我們完成了一個頁面之後 現在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插入更多的頁面 還有他選單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右上角這裡 在這個地方 頁面 預設我們現在進來這裡就是首頁 當然可不可以改變 可以啊 你按一下他的名稱 旁邊這裡 有沒有可以 按一下屬性 是不是可以改變 改變他的 網站名稱 應該說頁面名稱 頁面的名稱 進階的是你可以自訂路徑 這個我們就暫時用不到 那今天你的頁數不夠 我就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新增 那你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說 我現在呢就是來真正 產生一個新的頁面 第二種 有沒有 常常網站上有對外的連結 對不對 對外連結就用上面這個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看我其他的平台 比如說這裡 這邊 好這裡呢我就做一個是不是連到我的部落格 這樣這樣點下去就連到我的部落格 好 那 我們就回到這邊 你看 我就先新增我們頁面就好 按一下 好頁面名稱 OK 完成 選單 當你有了這個之後 各位 順便看一下 選單 有沒有自動產生 這裡就自動產生了 所以你的第二頁內容一樣的 123 有沒有 好你就點兩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內容放進來 那如果你是YouTuber 那更簡單的 直接查一下 有什麼好查的嗎 有什麼好查的嗎 我現在 我看一下 現在有 最近 有很多學校都在辦運動會 運動會 運動會 好我們就搜尋一下 OK我就挑一個了 好選擇進來 這樣是當做我的第2頁 那你可以再插入第3頁有沒有 在這邊你再增加 增加進來 好完成 所以選單帳就有了 那現在呢其實 新版的 Google協作平台也支援什麼 階層式的 什麼叫階層式的呢 我如果在第2頁 我現在在這邊 那我再增加2-1、2-2 好完成 你可以按著它 變成別人的紙頁面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變成那紙頁面 你注意一下選單上的變化 有沒有跳出來了 展開 看到了 所以你只要脫衣一下就好 好脫衣一下就可以 這也是舊版本 很方便的地方 舊版本 這種結構也有 舊版本是比較靈活 那個 架構更大 那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第2頁第3頁選單你也不用改 就直接做調整 那 你可以看到 這裡 選單的結構 有沒有跟這邊的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呢如果你第2頁要移到首頁旁邊怎麼辦 按著它 往上啦 有沒有發現 這樣是放到人家裡面 這樣是放到它上面 有沒有上面就自動變了 這樣會調整 這樣會調整的 這個是 在使用上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來我把它還給你囉 讓我看見 提醒來